顶新进口越南问题牛油 延烧到统一商品 包括葱烧牛肉面 阿Q桶面和满汉大餐等 17项牛肉风味的泡面 和7-11关东煮都中招 统一25号启动退费机制 消费者到全省的7-11门市 年底前凭商品和发票都可以退费 不过不是想退就能退 有效期限落在特定期间的商品 才能退费 如果是持商品退费的话 商品的有效日期 涵瓜至2014年12月16日 至2015年1月26号期间 如果是持发票退费的话 发票明细含标的实际上产品 且发票期间为2014年6月16号 到2014年10月24号 就是昨天为止 2.7-11关东煮 适用退费发票期间 是2014年7月14号 到2014年10月24号 统一表示除了7-11之外 其他通路商如果愿意配合 消费者也可退费 持电子发票者 则可到7门市查询消费记录 进行退费 统一预估涉及问题牛油的泡面 多达33万箱 加上关东煮 这一波退费将损失5到8亿元 相关产品何时才能重新上架 要等卫生单位点头 今天晚上12点 12点左右 以前就要把相关的 有益力的商品 先进行所谓自主性下架 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上架 因为这个还要经过 卫生单位的确认 之后他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再恢复上架 食药署表示 顶心问题牛油 用在糕饼 面包 泡面和浓汤等 超过70项商品 必须在25号午夜前 全部下架 26号开始 卫生人员就会到通路击查 若查货将依法开罚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张亚婷 台北报道